有太多潛力的力量 大家好 我是Ryan 今次就來認識一下聖多拉Cindra 聖多拉生於愛歐尼亞Ionia 她其實是一個人類 而她的父母都只是一個平凡人 但不知為何由她出生開始 她就有著無限的魔法潛能 所以她平時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練習 如何利用這種能量 當然她的力量在她的練習之下一日比一日強大 更加強大就代表著更具破壞性和威脅性 而愛歐尼亞是講求平衡的國家 但聖多拉偏偏拒絕任何人 幫助她平衡她的力量 因為她的力量越來越強大 令到她在她所住的村落的村民 都感到很害怕 所以聖多拉就被她的村民送到遙遠的一所學校之中 希望能夠幫助到她 但想當然年輕的聖多拉並不知情 正所謂止包不住火 聖多拉發現她的魔力 在這家學校裡面再沒有成長過 在她強敵的導師之下 才知道這家學校的導師 抑壓著聖多拉的魔力 她一聽到就要求這位導師去解除對她的魔力的禁制 但這名導師是被愛歐尼亞的長老所指示 如果聖多拉沒辦法好好地控制她的力量 就要將她的魔力全部抽走 聖多拉聽到之後一路之下就抽中她的魔力 並且將這名導師輕易地殺死了 在這一刻開始 她得到她想要所謂的自由 她拒絕回到她的她曾經居住的社會 反之她就利用這家學校作為她的基地 繼續向她的魔法巔峰推進 並且殺死那些愚蠢的愛歐尼亞領袖 殺死任何想阻礙她變得更加強大的人 她的能力是將她的力量向她的空中聚集 形成球體 她其實並不清楚她全部的力量 也都不關心 因為她並不了解她自己 而她頭上的那個裝飾 其實同時也是愛歐尼亞 代表著平衡的標誌 她沒有像卡瑪或者伊瑞尼亞 將這個標誌放在頭後面 代表著她拒絕平衡的決心 聖多拉跟伊芙琳的配音員 其實是同一個 但就沒有指出過究竟是哪一個人 而聖多拉在開發的時候 她的名字其實是 SYM 是之後才被改為Sindra的 她更加是第一位能夠控制小兵 和野怪的角色 而她也是第二位愛歐尼亞暗黑風格的英雄 第一位是法洛斯 第三位是劫 第四位是准 而她也是第二個在英雄聯盟的世界觀中 能夠無限成長的英雄 第一個是齊勒斯 雖然她和聖多拉現在都是被戰爭學院所限制著她的力量 因為她和劫都認為平衡是限制著愛歐尼亞的發展 因此她們兩個可以算是同伴 甚至乎是好友 而因為卡馬和伊瑞尼亞一直都堅持著愛歐尼亞的平衡 平衡 就成為了聖多拉的敵人 另外她還對英雄聯盟中兩個英雄有興趣 第一個是安尼 因為她覺得身為一個小女孩就有這麼強大的力量 很吸引她 而第二個就是維加 但是因為維加是一個弱德爾人身材偽少 就令到聖多拉覺得她好笑 有傳言說如果維加並不是弱德爾人的話 聖多拉很可能會對她有興趣 我是Ryan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Cuzman I am the prototype 但是不同 那一隻就叫做阿尼 阿尼他生來